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号角翔起今年担任四年一度世界杯球足赛的推广天使,推广中华电信MOD平台为台湾地区唯一64场全赛是LIF专播,日前MOD在台北举办体验车暖场活动,活动更邀约续傅凯与曹雅文同台高歌,堪称是金上加金的活动,号角翔且为金中奖最佳主持人。 曹雅文则为金曲奖台语歌后,许富凯则双料入为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与最佳台语专辑两项大奖,四人虽然为同一经纪公司,但在公开场合竟然是第一次同台,富凯大经校说我们的组合比四年一度的试足赛还难得。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6月14日即将与俄罗斯开踢,号角翔其两人都热血沸腾很期待这次的比赛,号子说,之前是足赛的转播时间都是半夜,要熬夜看球赛真的很折磨人,但是不看又会觉得很遗憾,今年踢赛的时间终于比较好了。 阿翔则说上次踢球的时候,真的都要熬夜看,而且看到终于进球了还不能大声喊,因为小孩都在睡了,只好闷声喊,今年好像还是要闷声喊,但游几场总算可以拿住加油棒,大声喊了。 号角翔其邀大家一起看足球,时代创意提供。